Ge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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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ki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在读少苦令? 其实还真不是 这是我们在北外法语修订版第11课 涉及到的一个语法点 没错,第11课 因为大家想一下这本教材的话 前10课是语音第11课 突然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难的语法 当时其实我看到这儿在讲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蒙的 因为我蒙的点的话是不知道该如何 给大家去解释这个概念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书上的概念是什么 那我们看到出现了一堆冰语 强调冰语啦,强调啦,巨型啦这些的 等等一系列非常专业的术语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很难去理解 那今天的话我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来如何判断使用Geski还是Geski 还是Geski还是Geski 大家先来看两道练习题 那如果这两道题的答案 大家选择的第一个是A 第二个是D的话 那就恭喜你答对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概念的话 不一定是帮助大家的 有可能是给大家增加记忆难度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首先大家看着这四个形式 Ge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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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ki 我们先看它的前半部分 大家会发现有一个Gi也有一个K 这个前半部分的话 其实在法语当中主要如果是Gi的话 代表它是对人提问的 这个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本身我们的疑问次Gi就是对人提问的嘛 如果前面这个部分是一个K的话 代表它是对物提问的 Gi对人提问,K对物提问 也就是说它的前半部分决定 咱提问的对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 我们再反过来看它的后半部分 同样是有Ki跟K两个部分 Geski比如说它就是以Ki结尾的 Geski它是以K结尾的 那这两个部分的Ki跟K的话 其实不代表人和物 大家注意不是代表人和物的 而是代表它在句子当中 是做的是族语还是宾语 注意两个点,一个是族语 一个是宾语 也就是说决定它在提问 这个问句当中的位置是什么 是对族语提问还是对宾语提问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大家来看这个题 什么东西 在这是一个被动,被卖了 那大家看一下这几个选项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看Geski 首先被卖的一个东西 肯定是一个物 对吧 因此我们的前半部分一定是一个K 所以大家就可以顺利的排除了选项C跟D 这两个选项了 那就剩下A跟B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当中 缺的是什么成分呢 其实缺的是一个足语的成分 对吧 足语是什么 在后边的部分 我们用G来代替 因此答案就会选择第一个 Geski et vang du la 什么东西被卖了呀 这个意思 可能是一本书啦 什么啦 那大家再来看一个题 我们看这个 Vous inquietes le plus dans la vie 在生活当中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 大家注意 在这个题当中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V Vous inquietes 在这的话这个V并不是足语 V如果是足语的话 Inquietes的后面至少变为 应该使用的是O跟Z的结尾的 对吧 所以这个V在这的话 是一个宾语的成分 Inquietes le gan 使某人担心的意思 那在这的话 我们看一下 什么东西使你在生活当中最担心的呀 你生活当中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句子的话 那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选项呢 首先什么东西 我们肯定是前半部分 应该是一个科 对吧 而后半部分的话 在这的话 缺的是一个足语 什么东西最让你担心 因此我们会用 Geski Vous inquietes le plus dans la vie 在生活当中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变一下 如果我想问的是 什么人在生活当中最让你担心呢 也许是我的父母 也许是我的孩子啦 这样的 谁最让你担心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会用哪一个呢 首先问的是一个人 也就是前半部分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带Key的 那也就是说 A跟B 这两个选项就排除了 因为A跟B的前面是科了 而Key Eski 后面做足语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会选择第三个 Key Eski Vous inquietes le plus dans la vie 在生活当中 谁最让你担心呢 所以大家注意 根据这个方法来判断的话 在考试当中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选出来这个选项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两个小练习 大家看一下这个 Vous avez NVID Vous avez NVID 那这儿的话 Vous肯定是一个族语 对吧 您邀请了谁 NVIDIA Vous avez NVID 那前半部分的话 应该是一个人 你邀请了谁 那这个时候的话 也就是前半部分 肯定是Key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答案是在C跟D 这两个选项当中的 那后面的话 Vous是咱的族语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缺的是一个宾语 NVID 那缺的是一个宾语的话 我们会选择 Qui est que Vous avez NVID 您邀请了谁呀 对吧 最后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 Dum conseil 你向我建议 那这儿的句的话 其实是一个族语 这个M的话 是Gonseil Aggeligan 也就是说 向我建议什么 这个的话 也许大家直接 从口语当中能反映出来 Gesque Gesque du mon conseil 你向我建议什么呢 你给我推荐什么呢 在这的话 其实是对宾语物进行提问的 所以我们会选择 Gesque 因此大家在考试当中的话 可以直接根据这个形式来判断 Gesque 前半部分的话 我们注意这四个形式的前半部分 决定 它是对人提问 还是对物 对人用G 对物用歌 后半部分的话 决定 它是在句子当中 做足语 还是做宾语 缺足语的话 我们就用G 缺宾语的话 就会用歌 大家学会了吗 其实这四种形式 在欧标的考试类型当中的话 通常不太容易去考到这个 一般不会考察你这些 特别偏语法的东西 而在国内的考试 相信法语专业的学生 在初学法语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四个形式 让你们去选的吧 大家记住 老师今天所讲的前后 这四个部分 两个部分去区分 以后你在考试当中的话 就不会再出现错误了 好了 我是马克老师 如果大家对我的正式课程 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私信老师 Merci